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是一位老人 08、09年那一段时间 我记得他已经是67岁了 他是河北来水人 在当时的流民队伍里 我指的是那30多位经过筛选 被我们纳入流民工房 避寒过冬避寒居住的这一部分流民 他在里边算是年龄大的了 可谓是不管从他形象呀 从谈吐呀 各方面来讲的话 他可称得上是德高望重 当然了 我这个话本身就是一种概念 事实不是这样了 这是我们在跟他长期接触以后 逐渐看出了其中的问题所在 我今天就讲讲这个流民王文忠 王文忠可谓是在他的身上可以说是折射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很多背景 首先他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啊 就是80年代初期进入的这个北京靠卖菜为生 在这之前呢 王文忠是河北莱水县他们那个村里的一个民兵连连整 我们那时候是战队战错的 战队战错的 太别 太别 两派 我们政权上 我们莱水县整权那些派都给炸掉了 下回书界炮的 红色书界炮的 我们农村干部 我哪怕 你那时候是农村干部 我那时候当民兵连长啊 这一头头战队战错的 民兵连长 是一个精干能干的人啊 现在责完全不通啊 据王文忠自己讲 他是因为农村里边的恶斗 就是关系之间勾心斗角 斗 估计也就是那种斗权 我把这叫斗权 农村里选拔干部呀什么这种 之间这种恶斗啊 最后败落下来 败落下来以后呢 他就告别家乡 一个人 流落到北京 在北京干嘛呢 先是在一个公司里边 帮人干什么什么 他的一个姑父们什么 他的公司里边帮着干 后来呢 他当然不适应那个公司 我估计那个公司也是一个写字楼什么之类的 不适应 所以他就发现北京有一个商机 就是改革开放出去啊 这个话题我就说到 之前我说我在兰州的时候 我的邻居啊 我流亡居住的那个果园里 那个邻居是饭菜的 长途饭菜啊 哎 他就看上这个行业了 当然他还开始没有饭菜 他是先看上饭菜这个 就卖菜的这个行业啊 卖菜的确很赚钱 哎 从批发市场里这么一捣手 一大清早去买一些 过来一捣手 这一天下来 那就是一笔钱 现货 现现金啊 所以他就开始卖菜 这一卖啊 没想到就卖了多少年呢 15年 卖了15年菜 我估计他也就是40多岁 一直卖到现在啊 从一个精干的基层民兵 干到现在 赚了一笔钱 你知道多少呢 他透露给我8万左右啊 就在这时候呢 他的心啊就越做越大了 生意人嘛 没有说是见好就收一说啊 那时候人显然不是合格的生意啊 当然盲目投资是一回事啊 有计划的精明的投资人 这是真正的生意人 而这个王文忠呢 就做了一次大胆的尝试 他不想卖菜了 卖了十多年 他想成为那个卖菜 更上一层的那个批发商吗 那还不是 贩运商 这个就说到我在兰州的那个邻居 他长途贩运 他那时候每次要买14吨冰 然后从四川 把菜要贩到这个兰州 而我们这个刘明呢 北京这个刘明 王文忠呢 他就贩过一次菜 就下面我要说的这个 1989年的四月份左右啊 他就贩了这一次菜 而这一次贩菜呢 长途贩菜呢 也是他这个贩菜的终结 最后一次 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听我细细道来啊 他这个把自己亲戚所有 自己的存款 八万拿了出来 另外呢 又贷款了两万 这个贷款应该是在农村 农村信用社贷款啊 在他老家贷的款 他们亲戚协办的这个事 带着十万块钱 下江南 他到了哪呢 到了四川 这个跟江南还有点区别啊 下川鼠 到了川鼠 在这个四川 犯什么呢 犯蒜桃 蒜桃 就是在北京叫蒜苗 在外地叫蒜桃 在北京正好把蒜苗蒜桃 反着叫呢 把蒜桃叫蒜苗 把蒜苗叫蒜桃 这个他一次就犯了十万块钱的 这个蒜桃啊 蒜菜 他叫蒜菜 为了运输这十万块钱的这个蒜桃啊 他又买了八十吨冰 那时候就是蒙罐车 然后这个菜框子 然后编织档和菜框子 种种方式结合这个包装 然后填入冰 每一个蒙罐里边要填入冰 这样犯到北京 犯到北京的日子是什么呢 恰好是 那年的就是今天 我特别选择今天 也是这个意思啊 就这几天啊 到了北京以后呢 在永定门车站 扩厂 车停下了 停下以后 他先打到去了一趟姑父家 到姑父家 报了个安平安 然后立刻组织人力 带着他的亲戚朋友 召集了一些人 失先联系好的 一块返回了永定门火车 到永定门火车以后呢 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他发现永定门火车站没人 货场不像一往那样 平平静静 没有人 本来永定门的门火车 到那没人 手里钻着提过 咱们提不出火车 提不出火车呀 你要跟人动 等一掏墙 你搬把这手去 这没办法呀 带着吧 门里边五千 那兵一火车 去往上升 对 整个屋里都黄黄了 浮烂了 没烂 黄的 什么菜 蒜菜 就是这么长的 就是新鲜蒜 可腌生菜的 对对 蒜苗吧 蒜苗对对 这怎么办 干了有多少吨呢 一天比呀 十万斤呢 十万斤 那说了十多万块钱呢 对对对 就是因为 一切都把我扔掉了 扔掉以后 就是开始讲话了 他心里 隐隐有所预感啊 因为他来的时候看到那个 好呀 学生啊 好多市民都跑到城里去了 他 当然了 他心中有事 他不关心这个事 他就在这个 永登门货场的这个货站啊 这个找到处找人 找这个装卸队啊 找这个工人啊 试图把这个菜卸下来 仅仅是卸下来 现在还不敢说是输送到城里去 就仅仅卸下来 放入冷库 他就没有人 他应该是 程序是这样 他卸下来以后呢 迅速运到 冷库里 他在那已经租好地了 然后要把菜 存存入这个冷库 但是呢 整整在这啊 我就简单说这一段啊 整整三天 没有找到人 来卸户的人 呀 他那时候简直是着急的不得了 因为饭菜的都知道 卸不下来的蒙贯车的兵 只见一直在划一直在流啊 三天以后就基本上就全部划进了啊 靠最后那点雨 雨冷啊 在冷却 最终 这比赛开始流水 到第四天开始流水 从车厢里就往外流 停在那个道叉上 那车也不动 调度也停了 都停了 那个菜就一直在流 这是一段 每每说起来啊 王文忠老人就垂胸 顿足 老泪纵横 每每说起这个 他都是这个表情 他说是十万块钱啊 我多不容易啊 咱们简单跳过去说吧 就是这一次饭菜 王文忠 不但把八万块钱 自己的多年积累的存款 倒了进去 而且还道欠下了两万块钱 这两万块钱 一直欠到什么时候 欠到我 08年09年 我去采访他的时候 在流民工坊 已经开始居住的时候 他已经居住在那了 到这时候 我们就是因为 他是一个慈祥的老人的形象啊 所以因这个原因 把他直接入选 进入了工坊 因为我们资金有限 房屋有限 不可能把所有的流民 都吸纳进来啊 所以说 第一次饭菜 也是最后一次饭菜 第一次带着希望 也是第一次希望的破灭 从此以后呢 王文忠一蹶不振 为什么呢 这几万块钱还不上啊 他就 就无法振兴 是吧 从此他就开始 流落街头 连他的姑父家都不敢去 不好意思去 就流落街头 最后呢 找到了天安门广场 这些流民 就跟他们为伍 然后住广场 冬季就睡这个地窝子 就这样过了 走了过来 这一去又是这么 十多年啊 我以前说过 这个流民啊 由于出身贫寒 生徒 坎坷 再加上人生 各种遭遇啊 往往文化程度不高 所以他们的这种 所谓文明啊 基本上就谈不上 他们这个 倒是沾染了不少恶习 吃喝嫖赌 其实最穷最穷的 他们还在赌 为什么呢 你看 举个例子 一天下来 卖了七块钱 八块钱 这个瓶子啊 那是多少个小瓶子 才能卖出七八块钱 他们也会拿去 做一个小赌 我就在屋里 随时就摆开摊子 每个人都出资 一块两块的 在我们来说 玩呢 玩小票呢 一块两块的 纯粹是娱乐 在他们来说 就大赌啊 为什么呢 把一天的辛劳 全部赌进去 赢了 或者亏了 亏了怎么办呢 那就是一无所有嘛 对吧 所以他们身上 沾染了不少这种 恶习 坏毛病 我就再讲一件事情 是那这件事情 让我们全体 就是流民工方的人 管理人员 我带领的管理人员 和这个流民啊 和所有流民啊 愤怒至极 因为你看我在 我们给他租这个房子 大概有七间吗 八间房子 现在就是一间 两间 三间 四间 五间 六间 我们就把这个准备 文化石 他这个房子 一个月就是 一千 一千块钱 住三个人 我们担负其他的 这个煤气费 交通费 还有这个房租 房租肯定要担负的 而这七间房子 在一个院里 是一个 是一家房东 房东倒是挺客气 他觉得我们做善事 是善气 而且呢 他认为 我们来自于网友的钱 有保障 当然他对流民是不放心的 但是看到我这个管理人员 对我是放心的 但是他有一次 见了我 就是说 张叔啊 你看这个谁 这个王文忠 这个王老的这个房子 他的电费怎么这么高呢 我说多高啊 因为一般来讲的话 这个房屋 这个电费 一个月就是一百多二百 他们我 这个我是有要求的 因为他们也不读书 也不写字 也不上电脑 所以都是小 25瓦的小灯泡 点着就够了 因为这是来自于 网民的钱啊 我们不能乱花 得节省着花 而且同时呢 为了考虑到他们的学习 这种娱乐需要 文化需要 我们专门弄了一间小房子 在这个小房子里 正在筹办一个文化室 因为靠网民 捐了一台电视机 同时呢 摆那么几把椅子 然后搜集了不少 网民们捐的资料 这是画报和杂志 放在里边 当然也许小儿书 看电视 看画报 这个房子 进了这个房子 我们对他们进行文明教化 进了这个房子 就好像是进行了一次洗礼一样的 这是我们的要求 我们给他做了这间房子 这间房子灯光很亮 所以他每间房子 灯都是25瓦的小灯泡 紧供睡觉 能看得见就得 后来别的房子 一个月下来 电费是100到200 但是呢 王文忠这房子 一个月下来 电费就达到了800块钱 再加上房租以前 这1800 都豪华的呀 这个屋里还住俩人 我就问他们 都不说 都不说 最后 我觉得非常奇怪 就开始查 查电表 看不出什么毛病 他就是电表走得很快 他就是 就是走了这么多数字 不是电表坏了 电表正常 是吧 后来 三位居住其中之一啊 死下来 战战兢兢的告诉我们 说是看是个老人 我也不好说 怕他也不高兴 我们怕得罪他 他实际上是 你到他床下去看去 我说床下有什么 所以趁王文忠不在的时候 我们就到了他的屋里 揭开床铺一看 床板一看 在床底下 既然发现了一只玉霸 他们不是捡垃圾吗 什么都能捡来 甚至捡来了一只玉霸 就是洗澡用了那个 提高预示温度的那个玉霸 灯啊 就放在床底下 那个玉霸我不知道多少 怎么也在上千瓦吧 上千瓦和25瓦小灯泡 这是多大的落差呀 他竟然放了个这个 在底下 干什么呢 取暖 且不说这个电费 这放床底下离床板 只有一尺不到距离 这多危险啊 如果要远的话 他一霸也就不可能把床铺暖热 他把它当垫褥子 那个床铺很热 那是把那个木板床已经烧热了 然后才把床铺 才带 才连带 才开始发热 他竟然采取这种不完全的方式 但是我觉得一个老人 在这个事情上就做得非常厚道 为什么呢 明知这是我们善举 老不信网民们捐助的钱是善 善话 你怎么能拿他们来浪费呢 要是你自个的钱 你又是个富翁 你随便用 我们管不着 对吧 这就是流民的身上所存在的那些 那些恶性 当然了 这件事也启发了我们 我们开始给他这个 每一个人屋里啊 开始考虑 有的是垫褥子 用各种方法去 垫褥子 哎 煤炉子 也有 但是呢 考虑到煤气啊 用了用 最后就停止了 怕他们再用的话 哎 一旦出了煤气中毒的事的话 这也是我们这个管理人家就有责任了 是吧 所以就不让他们用了 哎 顶 顶多提供一些电路子 也都是收购来的 不是收购 就是网友捐赠来的啊 哎 用网友捐赠的电路子来满足他们的取暖需要 但是这件事情呢 我们把断然把这个 哎 一把就没收了 没收以后呢 嗯 从此以后呢 我们对这个 因为我们难保 就是说对所有的这个 哎 流民啊 就是这个 应该说是伦理或者道德 我们不愿意说思想教育 啊 对 哎 我们对这个伦理这个道德 哎 这种啊 意识啊 开始进行关注 否则我们这不成了个败家子了吗 是吧 拿来网民的钱 这样遭见 当然了 我把这件事也在网上公开了 哎 向各界公开了啊 哎 因为我想 网民 流民发生的任何事情都做一公开 这才是对 网民捐助 这种善心的一种 哎 真实的对得起他们的一种回报 是吧 哎 说到这的话 哎 王文忠的事情基本上就这样 但是呢 哎 王文忠最终是死亡了 在两年以后 哎 也就是69 70 刚70的时候 哎 他是 还是因为肝 他们都有这个毛病 喝酒 哎 肝上有问题 但是还在喝酒 还脱离不了酒 最后喝到最后呢 最后 哎 身体实在受不了了 有一天病爆发了 总统王玉海他们打电话 120 把他拉到了这个一个附近一个部队医院 哎 拉到部队医院以后呢 抢救以后呢 哎 无销 后来告王 他的安葬是怎么回事呢 他的开始是老王代表流民啊 给他买了一身 哎 就是那个老宝商店啊 买了一身那个运动装 哎 就那上下运动装 那也不是便宜吗 哎 然后呢 也宽松 怎么穿都能穿上啊 哎 都合体都能穿上 给他买了一身这个运动装 哎 当然后来听说他们家人联系到他们家人了 家人从来水县到了城里 然后把他的骨灰带走了 哎 这是他的最终结果 说句老实话 这些流民啊 最终结果都是死亡 而是死于非命 冻死他 哎 被人打死的 有莫名其妙死亡的 哎 病死的 就算是正常了啊 说起这些事是比较令人痛心的啊 哎 现在尚存与世的几个老人 一个老太太还有谁还在北京 哎 基本上都是我说的上一集说的那些创业的老人 五六个创业一起创业的那几个老人啊 估计现在也就是王毅海 王毅海当然比较年轻嘛 哎 剩下几个基本上都死掉了啊 我身边今天要稍带脚说一下这个 在这个流民救助这个活动中啊 有非常善良的人民众啊 实实感动着我 哎 你比如说这个新华社 在这个前面外西大街啊 新华社食堂啊 这个新华社食堂里边每天在他那个工作人员啊 每天晚上到晚上11点到12点或者甚至12点过后 就有两位这个小厨子啊 应该估计也是帮手啊 就是打工的啊 在新华社这个食堂里工作 他们到那晚上的时候就把那个所有收集来的这个剩菜剩饭啊 当然这个是这些剩菜剩饭是要是是是最终要被倒掉的这个命运啊 他们把这些菜用餐盒装成一份一份的 然后趁夜里悄悄的到呃到这个广场来给这个流浪人员散发 这是让我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情 至遗憾的是我始终没有找到他们 因为他们来的非常非常隐秘 都是夜里深夜 发完就走 从不留步 也不接受任何采访 好了 今天介绍王文忠老人啊 就介绍到此 我想明天给大家介绍一位年龄最小的流民 呃 当时也就是18岁嘛 19岁啊 呃 由于疾病呃 是到北京来 为了看一眼从小就向往的 当然这都受磕本的洗礼啊 呃 想看一眼天门 看看这个城门篓子 然后就自杀跳金水盒子这样一个 呃 一个年轻流民 呃 他是从贵州海里呃 赶来北京 呃 在这时候被流民总统老王 包括我们工坊 救助了下来 这样一个故事 好了 今天就说到此 再见 我们就把这个准备 文化石 吃上了 对 那个你吃嘛 你吃你呢 我现在为了我们 这说的 哎呀 特别感谢你们 今天这种的 嗯 在这个 让我从内心上我都 说不出来是打了一个城市长 所以就来啊 嗯 没关系 今天 今天会好一点的 今天会好一点的 嗯 不容易啊 你这这 嗯 嗯 打仗 对 自己的 ama 直接 那我给您算一下 然后呢 我现在除了报道之外的话 就有一种责任就是 她的命运悲欢 就和自己无心中联系在一起 但也能让我安栋难关吧